中文字幕提供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台北市的路樹 路樹都不是原生的樹木 都從別的地方移植過來的 止法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你要從別的地方 有頭髮的地方 分譯部分的頭髮 直到沒有頭髮的地方來 把它移植到頭髮的地方 這個就是執法的原理 很簡單 就分為說你要怎麼移這個樹 第一種是 可能樹連帶草皮 連帶泥土一起整塊的掀起來 然後再把它分成一根一根的 再搬過去種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 一根一根的樹挖起來 然後搬過去種 兩種 就是所謂的FUT跟FUE 這兩種 當然FUE又分成 可能人工的 半自動的 跟全自動的 全自動的就是所謂的機器人 就是比較最新的一種 執法的方式 就是比較最新的一種 就是比較最新的一種 好 好